Lun Sang 妳的鞋櫃看起來 真的不算大耶 我的鞋櫃很少 這下面是我的 但是靴子我是另外放 但是它這個鞋櫃很深 因為我老公都會覺得 我買的款式都一樣 因為我喜歡穿魚口鞋 因為我只要穿包的鞋子 就會顯得我腿很短 所以我每次走到哪 都是看魚口鞋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為什麼妳每次買的都是千篇一律 都一樣 只是不同顏色 對啊 就是要不同顏色才能配一股啊 是啊 而且如果我穿不適合自己的 幹嘛買呢 對啊 所以我這樣是不是很省錢 而且妳如果不漂亮 老公還不讓妳們出門 對 而且剛剛雅蘭在說 她有很多件的時候 我還說那妳這麼浪費 不然我就先幫妳買一件回頭 我沒有浪費 我只要買兩件而已 她不要買給妳 是因為妳打折到很便宜 打折的時候買 我們這一集以後 我看那個處女座的男生要娶太太 有點深 很小心 很危險 所以趙雲那妳的製妝費大概多少 我現在比較節省 可是我以前超誇張 你看我的衣櫥 哇 哇 哇 而且這是妳個人 可是因為我從小就是 妳一個人耶 對 哇 哇 妳的鞋子 可以開一家店了 妳知道妳知道這個袋子 是我要捐出去的 可是妳看看妳的鞋盒 但是一部分而已 它下面那個全部都是一樣的 上面也都是一樣的盒子 需要買那麼多嗎 對 下面那感覺很像餅乾盒耶 因為我有球 對 假睫毛 假睫毛 一盒一盒 我也是很愛買假睫毛 真的 妳那個鞋子有穿過嗎 因為我有球鞋孔 現在是 連一次都沒有穿的 因為是新的 全部都是新的 對 幾號喔 不知道有出新的我就會去買 所以妳以前是怎樣 斜坑到什麼地步 因為我以前住 天母 天母那邊都是百貨公司 然後我是住高島屋旁邊 很好逛 然後我起床 我一定要進到百貨公司 聞那個空氣 哈哈哈 然後我會覺得很 低福的味道 對 我會覺得很幸福 然後看到的時候我會覺得 啊 不買明天就沒有 因為我相信女生一定有買東西 然後隔天去就被賣掉的那種經驗 對 然後或者是她跟你說限量 對 不然就剩最後一雙 對 妳就會很想買 不然是妳一定要訂 不然沒有 對 所以我就好 那我覺得 可是我高中我真的很奢侈 就是高中的時候 這樣很多牌子 像Tommy什麼 但是我高中就 都買這些 對學生來講 那算是高單價的 對 就是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照片 是我現在自己租的那裡 就有差不多40雙 哇 那家裡還有喔 然後家裡 光球鞋 Nike 有一個系列的鞋子 叫Air Force 我就有28雙 妳是收藏嗎 妳是 妳是運動員嗎 沒有 她收藏 對 我以前是運動員 可是我也很喜歡收藏鞋子 但是問題是穿得到嗎 穿不到 對啊 妳真的有穿嗎 那個可以拍賣 當妳朋友跟你討論的時候 欸 我有這雙 就 妳怎麼會買得到 我就很開心 就覺得 但是妳不知道那個放久會呼吸嗎 對 對 我跟妳說曾經我老公也是買的鞋 很久沒穿 對 然後有一次大概是三年多沒穿吧 然後有一次心血來潮拿走 拿出來穿 然後邊走 邊掉屑屑 對 邊走 邊掉屑屑 對啊 走大概一百步的時候 整個鼻子脫掉了 這剩下那個撲出來 真的 所以才敢買嗎 沒有 妳知道我也是 就是我前天才把有一雙拿出來穿 然後我就穿一雙腳黏黏的 對 然後因為它裡面脫膠 我想說 那我還是不要動 然後就把它放回去 然後舉發那個鞋都不值錢了 然後後來我就慢慢的 借掉了球鞋這一塊 可是因為工作 現在工作都要穿高跟鞋 高跟鞋 是 所以我就開始買高跟鞋 那妳高跟鞋大概的花費是多少 其實我高跟鞋買的比較少 那我幾乎都是在國外買 然後都是那種 那很貴耶 有比較少嗎 可是我高跟鞋 妳買一雙人家Vicky姐可以買八雙耶 對啊 八雙 因為我覺得高跟鞋好穿真的很重 而且可能是我比較重 所以我需要買的鞋子 支撐力比較好一點 對 那妳大概一個月的製妝費是多少 我以前喔 以前高中大學一個月差不多五萬 蛤 高中大學 妳媽媽不會生氣嗎 妳賺的都沒有理解太多了 沒有 高中大學根本沒有在賺錢啊 因為小時候我們哪有製妝費啊 以前 因為小時候還不懂賺錢的辛苦嘛 所以就 那妳媽有想過什麼辦法對付妳吧 她對付我對付慘了 那時候她就規定我說 我鞋子一定要壞才能買 然後有一天我就等她回來的時候 她就弄壞 拿那個刀片這樣 就看她在看 我就故意要 我要割下去 然後我媽就每一折說 好妳買 妳買 妳不要割 不行 妳知道媽媽太容易屈服了 妳這樣子浪費就算了還不像 對 我會說 妳就穿妳刮破的 好 沒關係 趙媽媽今天妳有福了 因為今天的本節目要幫妳好好教訓這個 我們要來收拾她到底浪費多少錢 對 引起 那一般來講喔 光是衣服跟鞋子 對 一般平均的話 那花費是多少錢 我們假設是 一年四件衣服跟四雙鞋子是浪費的 這可能對很多女孩子 就浪費的部分 浪費掉的部分 可能妳買回來妳可能不穿了 不常穿 一次妳就不用了 或是連那個標籤都沒剪的這一種 對 我們大概用一千塊 一年這樣大概是八千塊 三十五年 我們一樣用福利的本利盒 你看 一百四十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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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呢對於趙雲 趙雲一個月 製妝費大概四萬到五萬 對不對 我剛剛大概算了一下 她的數字如果是三十五到妳六十五歲的 妳現在今年三十不到 會不到 好 那妳可能那個福利更多了 我算出來是 九百三十萬五千塊 九百多萬 九百多萬 將近一千萬 對 你浪費的錢馬上超過三十五年 不是 等一下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我媽灌我的 為什麼要開始了 要灌都要灌妳媽媽 你看 妳可以變不好的 不不不 妳看像這種 我記得這一件吧 這樣看起來很普通 不會啊 對啊 沒有最近是 去年我帶我媽去韓國玩的時候 然後是剛好是Halloween 我媽媽說 妳看妳覺得像不像南瓜裝 我買給妳 妳今年Halloween就可以穿 我說我買這幹嘛 而且她又沒有要幫我買橘色 她說我 橘色才是南瓜 像南瓜 而且重點是我都還沒有穿 對 對 那妳就 妳知道這件多少錢嗎 多少 這件差不多快六千 哇 大品牌 妳媽媽真的是太疼妳了 對不對 是她逛 逛派了 對 可是妳現在要知道覺悟 我現在知道 因為妳看妳光省下來 妳不用省到五萬 五萬 五萬算 對 就快一千萬耶 真的 其實因為女生買衣服有個習慣 買東西喜歡分功能 就會覺得這個大概是那個場合會穿到 對對對 然後這個可能是參加婚禮要穿 沒錯 但其實我是建議大家就是在練 因為大家都會有一個經驗 買錯衣服 原來這個衣服其實不適合 而且我們都會幻想啊 就比方說會幻想網路上面那個model 就是穿起來那麼漂亮 對 我穿起來應該也是這麼漂亮 妳不用換手衣服 沒有沒有 穿起來就是跟人家真的有差 差很多 女生就是因為太愛想了 幻想想像 那我是建議大家要務實一點 就是說今天可能同樣一套衣服 她既可以參加婚禮 也可以參加商禮 她也可以參加很多的活動 比如說一件黑色的 大家穿黑的 再加上紅色的 黑色小禮服 就是一件最簡單基本款的黑色洋裝 你利用配件 不同的配件可以讓你去參加不同的場合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舊衣服的話 我是建議說 因為像我自己一年會參加一次特賣會 對 我會把我自己的 就是真的尺寸已經不合的 或者是說已經到真的比較不 什麼樣的特賣會 比如像說有一些 第一個就在天母 大家知道 跳好市場 對 跳好市場 假日自己去擺攤 對 禮拜六 禮拜六 你自己叫我賣衣服你就會發現 其實真的 當初幹嘛買這件衣服 會有一個檢討 就會覺得 然後再來就是 會去參加那個在一個雜誌主辦的 一年一度的也是跳蚤市場活動 對 然後 所以其實在網路上可以搜尋這些 相關的活動是不是 對 其實大家也可以網拍 真的就是把不要的衣服換現金 還有一個省錢的方法 就是鞋子 因為我發現女生真的是天生的蜈蚣 對 我覺得鞋子呢 蜈蚣18隻腳 對 你幹嘛這樣說Vicky姐 我不是 另外一種叫什麼 換多腳的那個 其實鞋子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鞋子都會去貼底 然後如果磨水我還會再去換底 我通常 換底修理 我的高跟鞋一雙可以穿超過六年 是是 非常的神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錢藏在你身邊的檢測室 對 常常搭計程車 聽說趙雲出門都搭計程車 對 因為我現在 你真的從小生活得很貴富 因為我住外面 然後我現在住童話那邊沒有捷運 然後工作也很少 走路就到了你 沒有捷運 有啦 通話街怎麼會 通話街那邊公車很方便啊 可是很多公車 信義線的很方便啊 有時候那個 就是工作嘛 比較時間比較緊的時候 你就是會坐計程車 根本就是想坐計程車 而且沒有 而且東西很多的時候 就故意拖拖到最後 已經要趕的時候才出門 你不會提前十分鐘出門 還是說你怕說你今天沒化妝 不好意思 那個公車 沒有真的我這計程車花很多錢 你計程車一個月大概要花多少 我一天至少三百 如果我有出去工作的話 一天三百 來一回不可能 不可能 現在電視台都在內湖 你從基隆路那邊過來 也要兩百多一趟喔 可是重點是剛好通話 沒有到內湖的公車 我們也沒辦法 通話街沒有公車到內湖 要轉 要轉 要這麼多時間可以轉 沒有他就懶著轉 我有一陣子我很想要買車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因為我媽一直覺得 我沒有必要坐計程車 然後我就很聰明 用一個方法讓我媽知道 我計程車費有多貴 我就只要坐計程車我都 你真的很會整你嗎 不是 晚十年買車 讓你變富豪 我發現養車的錢 其實比我 還貴 還貴 對 我一直希望年輕人 對 一台育龍車五十萬 一輩子如果換三部車的話 前後差照將近 好 好